大家好,歡迎大家今天來我們嘉義小旅行的新書分享會 我們台灣圖是很榮幸今天邀請到我們素人作家陳俊文老師 陳俊文老師上一次有在紅小書房辦過新書發表 我那時候因為之前都只見過俊文老師幾次面而已 就是也不是很認識 但是那一次真的聽過老師的分享之後真的是很感動 結果大家等一下可以慢慢體會 就是因為也是很感謝我們上期文化出版社 這一次願意幫老師出了這本嘉義小旅行 真的是連我自己我雖然住民雄但是還蠻常來回嘉義的 但是連我自己看的這本書我才發現到 我原來嘉義還是有很多街頭巷尾很多臥武長龍都不知道的事情 這樣那這些我們就通過今天的集會 請老師慢慢一起來分享 那我們來個掌聲一起來歡迎 謝謝大家 今天來這個地方還蠻榮幸的 我在紅雅那邊也講過 但是講的時間都講得不夠開 每次講都講一個小時 然後都沒有介紹到重點 可以往裡面做的關係 可以往裡面做的關係 這邊來保安裝一下的位置 沒關係可以坐 可以進來沒關係 可以進來沒關係 這裡都還有位置 然後我覺得今天來這裡講還蠻高興的 然後我還主動跟張媽媽要求 說這個不是新宿存享貴 這是城市作家的夏季講座 代表說每一季都有 然後張媽媽她馬上就跟我講說 我們這個有時候來講 可能沒有錢 我說沒關係 我很喜歡來這邊 因為台灣圖書是幫我很多忙 因為我在寫書的過程 他幫我很多忙 包含很多訪談 像我訪問那個徐乃伊醫師 他是我們中南部鐵道的專家 我們每次都約在這邊訪問 然後他們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很方便 因為現在是嘉義的市中心 然後我在講這個 順便我會講說 我怎麼寫作什麼的 我們先來看我們工作團隊 就是上行文化有他們的攝影團隊 有他們的行銷經理 我們工作團隊今天有哪一個 今天在外面 這三個裡面只有這個認識字而已 所以我帶他來 另外那兩個都不認識字 然後那個哥哥 哥哥現在才學 哥哥現在才學寫字 會寫一到十 那個弟弟你跟他講 講什麼話他都聽不懂 然後呢 其實我們家不只三個小孩 其實我們家是五個小孩 所以你看我可以在這麼 這麼吵雜的環境下 居然可以寫出一本書 我自己也覺得很神奇 我們家呢 的三個小孩是 左邊那三個 那兩個是 我弟弟的 然後我們都住在一起 每天都很吵 多吵呢 吵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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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你去騎摩托車 環島一樣 騎摩托車環島 晚上 連睡覺的時候 還有那個摩托車的聲音 我 我現在就這樣 有時候吵到 睡覺的時候 還有小孩子的哭聲 跟叫聲 就這個樣子 然後呢 認識字就有好處 你看那個姊姊 他 上網 玩game 因為那個弟弟都不能自製 所以呢 他們沒有辦法上網 所以那個弟弟呢 就抱著姊姊 拜託姊姊 讓他玩一次 然後那個 最小的那一個 就站著 他什麼都不會 因為他把他隔開 因為呢 後來發現他很恐怖 你知道嗎 他就發現那個 電腦 其實有時候 我在 我在弄 還好那個 Notebook 他沒辦法關掉 我那個桌上電腦 他就發現 有個遠遠亮亮的 就講氣味 插 全部關機 齁 然後呢 然後兩個就開始鬼叫 就這樣子 我給你看 我的工作的環境 齁 這台白色的電腦 齁 陪我很久 就是我現在在用的這一台 齁 然後呢 旁邊是那個 我的行動硬碟 然後我畫畫用的墨水 就是漫畫用的墨水 好 那是快乾墨水 一晃去就乾了 齁 所以那個小孩子 怎麼搗亂 你不會弄到我的畫 齁 我後來想一想齁 我還是用樹寫好了 因為 用水彩齁 齁 我只要 一去上廁所 大概我那一幅畫就毀了 齁 所以我現在還沒有辦法學會到 塗顏色 因為小朋友齁 真的不受控制 然後呢 我為了寫這個書齁 因為我資料真的很多 我就去IKEA齁 買一個很長的書桌 那個書桌大概就像這樣的書桌 兩倍長 齁 他就擺著 他想說 哇 這個書桌可以擺上我所有的書 然後呢 我什麼書桌要用 因為有時候要翻嘛 要長嘛 齁 直接在書上全部 就可以解決了 結果呢那個小孩子 也跟我形影不離 好 你看 他們就在下面 齁 他們都自己各 欸 哥哥在外面 裡面還有弟弟 齁 他們覺得齁 欸 他們就覺得齁 欸 這好像一個山洞 他就一人躲一躲一邊 齁 然後就說這是我的地盤 那邊是你的地盤 所以呢 我在上面寫書的時候呢 他們在跟我的腳在打架 齁 所以呢 所以後來呢 真正齁有辦法靜下來寫書 就是 在他們都睡著的時候 齁 他們玩到真的很累很累 然後呢 有時候我會騙他們睡覺 可是有時候 騙他們睡覺齁 自己也會不小心睡著 那後來我 我可能齁 寫書寫到最後有壓力 我有規定自己 一天至少要寫一頁或兩頁 如果我那一天 就是不小心睡著 我就會失眠 我就會早上 四點就會起來 或者五點就自動起來 就覺得自己好像什麼事沒有做 就起來 然後再 重新再打字 這樣子齁 齁 所以呢 後來我 我就覺得說 利用睡覺的時間 比較他們 比較不會 有干擾到 齁 然後他們 就是 我 我有時候一邊顧小孩 但是我可以一邊 收集資料 齁 但是真的 要靜下來寫齁 齁 就是 真的是半夜的時候 有時候 才會有一些那個 人家說什麼 有fu 齁 有那個靈感 齁 才會真的靜下來 才會有那個心情 慢慢的 一句一句的去把它想出來 齁 那 我現在這樣 大致介紹的是 我們 我寫作的那方面齁 齁 然後 我真的會把一些 我後半端齁 我後半端齁 我後半端會介紹齁 我們9月29日要去玩的一些地方 那後面我會弄很多老照片 那老照片齁 我會先讓你猜這是哪裡 然後呢 有些人猜得到 有人猜不到 但是 就是 我會再跟你講說 這是對照是現在什麼地方 齁 這是我後來齁 我投稿出 就是 投稿出版社 投稿了好幾家齁 齁 投稿失敗的出版社 都堆起來的名片 齁 然後呢 這一疊大概有三 二三十家吧 齁 就是 我跟那個洪雅去往那個國姓齁 還蠻好的齁 就是 他有時候 禮拜三齁 他 因為我們家開計程車齁 所以我們 他會打電話跟我叫計程車 可是他那邊那個講師齁 比如說 他打電話給我 9點半 需要一台計程車 就要計程車去那裡等 所以有時候那個講師齁 在現場簽名 拍照 拍照到十點 然後那個 那個 騎車輸給他打電話 唉唷 每天在單車 單單單車 哪有啊 後來 每次 派車去那裡 我們那個司機都 自己也不好意思 後來我就說 好啦 那我只要國姓打電話來 我就自己開車去載 然後呢 然後那個國姓齁 他也很貼心 他齁 他就說 欸主人啊 家裡齁 那個天下雜誌的 上來的 他說 你要知道 請算去自我介紹 他說好 然後我就利用 開車去高鐵 大概半個小時 就自我介紹 跟他講 然後講 嗯這個提案很好 這個也不錯 然後後來 我去台北之後 就沒有消息 然後他就最後我們兩個的 互動就是互相各留一張影片 好 那就謝謝在臉 就是這樣 然後呢 真正有比較 有一點動作的齁 就像 像這家出版社齁 他後來 他又真的跑到嘉義來跟我 跟我那個 接洽 就是來 叫我帶他去看一些點 後來呢 他把計畫報上去的時候呢 結果他們 因為那個主管 人家來講 唉唷 他一頓車 因為我們 你要跟他寫出齁 並不是說文筆要寫得很好 是 其實出版社就是 賣術的商人 旁邊要看到說 這本書會賣 然後呢 他才會幫你出 然後第一個 我 他根本 我是個 那行就對了 齁 因為 我根本什麼都不是 所以他要看得出 這本書有沒有賣點 結果呢 人家主管看人家說 唉 這本車要怎麼教他 我才不是阿里山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後來就回答說 阿嘎一起就寫不了了 有什麼是阿里山 齁 然後呢 他們 原來他們台北人的觀點 台北人的觀點 他在回嘉義 長什麼樣子 我講給你聽齁 嘉義 就是個阿里山 阿里山下 有個圓環 圓環中間有個噴水池 噴水池旁邊 有家賣雞肉飯的 很好吃 然後如果要走更遠一點 有夜市 還有砂鍋魚頭 然後吃完 然後去買方塊書 然後再走路去車站 然後就坐車回家 他認為嘉義士 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呢 我就認為說 我們現在是住25萬人 有25萬人 有三百年的歷史 我會說 死亡不對啦 但是網路都沒有這種東西 他說 他說 其實我們這個有一點是失落的 就是 沒有人在重視這一塊 然後呢 這邊跳過來介紹 這是我的女兒 這是我們之前那個 國姓他辦了一個市集 就是 古墟23.5市集 後來這也很可惜 後來 那個 好像 林務局有意見 他覺得 後來就沒有辦 這個 這個後面的點滴 就不要再說了 如果 要探究更仔細的話 你可以去看夜市人生 那個夜市人生 都會把很多那個 那個糾葛 都講出來 好 好 我再介紹 這是我們的 大兒子 我這邊 其實偷偷給他介紹 這是他女朋友 但是他不是單戀 就是 我兒子呢 就是 這是他 我兒子現在是幼稚園 中班 然後呢 這是他的 他如果說那個是他女朋友 人家根本不理他 你看他照價都知道了 然後呢 我就說 你既然喜歡人家 跟人家告白什麼的 他說 不行啊 這樣很噁心耶 後來 後來我要介紹 應該是 最小的兒子 最小的兒子很喜歡吃餅 你看 他只要每次 我們去買那個 777那個杯子 他整館都沒了 你看他用兩隻手抱著 兩隻腳都夾著 都沒有人可以把他搶走 這是我那個 所以這是我們工作團隊 就這三個 然後呢 我在寫書的時候 像我寫到這個 臺灣圖書士 其實我 我寫書的收錢內容 很多很多 像 像臺灣圖書士這邊呢 他裡面有用到幾張照片 這張是 我訪問張媽媽的時候 他特別也去講 那張醫師 他現在抽的那本是 那個野鳥的圖鑑 就是 他說張醫師 他有一陣子在研究那個 那個野鳥 他都會 只要是 研究野鳥呢 都會有一種 有一本聖誡 就 口袋書 然後那本書呢 就放在 口袋 只要 有一次 有去那個野外商量 都有一本 然後呢 他說張醫師那本 然後翻爛了 然後又買一本新的 又把它放進去 所以呢 他就特別把這個造起來 其實後面還有一張更好 可惜他 沒有用到 他就是他們 我覺得 這個書 書律師他也還蠻偉大的 就是 這個現在就在牆上 他五場提供這個場地 那他們家的這個後門其實 後門其實可以通往他們家 那他們家現在是從 我記得從另外一邊出路 然後呢 這個 這個好像也是 書律師送的 這書律師送的 整套的書 書教授 書教授 他整套的書 現在就在那個角落那邊 就台灣的所有的東西 一百集 全新的 我就覺得說台灣都有這樣的 一群人 然後在為這樣一個地方 在努力 那 那 其實他們 台灣圖師 像他們 他們 需要的是像 義工啊 或什麼的 或他們有時候 他們就 他們在經營 就靠一些人家的捐款 或是一些 人家販賣一些東西 互利這樣子 然後大家互相支持 把這個地方一直 維持下去 然後呢 這張是我很喜歡的一張照片 可其他後來沒有用 就是 就是 張醫師 他會有個習慣 就是 他會在他的書上面 會蓋章 他都會蓋章 然後呢 其實你如果在上面看那個書 你大家可以看到 有些書 像這個 他上面有貼一個標籤 其實下面 下面的那個 那個字是他 他之前定的編號 這個上面的編號 是後來才編的 然後呢 我就特別問一下張媽媽說 張媽媽說 張媽媽說呢 欸 那張醫師 我們以前在 因為我們習慣 因為我們以前小時候 都會有個 我們可能有時候買書的時候 都會有一些感動 就是 像我以前很小的時候 我們以前的 念 就買那個參考書 我們以前買參考書 只有兩個版本 就南伊跟漢林 只要我們有機會去台南 就會去南伊書局 那南伊書局 好像是一個朝聖第一樣 我們就去那邊買很多的 那個書 課本 參考書或什麼的 然後買的時候就會在 有時候 我媽媽就會在我後面就會簽名 幾月幾號 然後買給兒子獎 然後我就問一下張媽媽說 欸張醫師我們在書上簽名過 然後我說有 其實好幾本 然後呢 然後他就寫那個 他是另外一個遺詩 然後 1990年吧 然後呢 六月 六月 然後送給他的 再加以五中 送給他的 我覺得這個 這個也很特別 但是因為 編排的關係 因為 因為我們有時候那個 我其實後來去出版社那邊 跟他們 跟他們混 混久了 慢慢知道一些 他們在拍版 其實有時候 照片照的好 他不一定會用 因為 有時候 他這張 他 他這個版面 他需要的是一張紙的照片 可是你是拍狠的 所以很抱歉 就不能用 所以呢 因為 因為這樣子 我一直試了好幾次 有時候去 去吃那個小吃 有時候 像我去吃那個 六三 擦一擦一擦一擦 吃的很薄的 你知道嗎 擦一擦很薄的 拍拍照片都很漂亮 然後 然後給他 給主板社 雖然說 嗯 照片拍得很好 可是 我們需要一張 很多照片 都拍直的 可不可以 照這樣子的點法 再拍一次 天啊 欸 你怎麼叫我叫什麼 我叫 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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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又去 又再拍一次 然後又帶我 太太去吃 所以呢 他就是出版社的 有時候一些編排的方式 啊 這個 這張比較清楚了 好 然後呢 像我 這我們三個小朋友 我每天在家裡 最主要就是要幫他們洗澡 就是有時候去 去那個游泳池 去飯店那邊 每天的工作 就要幫他們洗澡 我不知道為什麼 男生都很喜歡玩水 我很喜歡玩水 我跟我太太就分配家事 因為我跟他說 其實我太太 他對我寫書 是 沒什麼意見 他就說 做什麼沒關係 你到家就對了 你不可以說 現在是 很深深的事情 很深的事情 很深的事情 你也是一個爸爸 我也是一個爸爸 他也是在過孩子 後來就是小時候 兩個很小的時候 哥哥跟弟弟 可以塞下一個那個 棗盒 就去拿一個水桶 就把他丟進去 那個水桶 水也夠多 那個弟弟也不會爬出來 他就整個就塞在那邊 就卡住在那邊 我每天的工作 我每天下班回來 第一件事就趕快幫他們洗澡 然後我自己也要洗 然後呢 然後呢 然後再來就是 再來 處理他們吃飯的事 你看 然後呢 每天 他們每天 只要一吃飽飯 你看他們在勒我脖子 我每天他們就是這樣子在玩 我們就這樣玩得很累 你看那個哥哥弟弟 還有那個姐姐 都是這樣子 這個部分 我是要跟你們分享那個老照片 就是 很多老照片 是 可能書上你們有看過 可能稍微跟你們講一下 那你就會更清楚 那這些地方我們都會去找 這地方那個土地銀行 是現在的土地銀行 等一下還有另外一張 以前的土地銀行 這張 這張照片呢 這裡 中央噴水石 文化路 這張文化路 這張是中山路 然後這裡有三條 三條路出去 對不對 那這個是公民路 然後你看一下這上面的照片 這是日語時代拍的 這些原本都是木造的 原本都木造 中間 中間只是一個小水池 那 後來 這個地方 都蓋著那個 銀行 這個地方有個空的地方 空空的 這裡 現在蓋成那個大樓 賣那個什麼內衣啊 賣衣服那邊 這邊 以前這裡 是一個 郵局 日語時代是個郵局 他們叫郵便所 然後 後來 國民黨政府來了之後 變成民眾服務處 然後 那天會帶你們去走 就是 這樣走 會繞一圈 然後呢 會去那個 新台灣餅舖這邊 新台灣餅舖那邊 有一張很精彩的老照片 我那天看了會請他們老闆 親自講給你們聽 因為老闆是 是生長在那個年代 這張 這張是以前 就是剛剛照片裡面那個噴水池 這條路是中山路 這個地方 是那個鐵塔 就那個上面有一個 有一個日本人 就送一個紅色的鐵塔 這棟很漂亮的巴洛克斯建築很可惜 後來應該是火燒還是地震 都沒有 這間是酒家 這間是酒家 這個酒家就是鐵塔後面 賣衣服 我不是說賣衣服 已經是酒家 他燒了之後 燒了之後 蓋了大樓 才變成那個 這條是中山路 這裡你們 這個應該就很清楚了 這裡看過去 這裡車頭 這條是那個國華街 這棟還在 整棟是Nike 整棟都是Nike 以前 以前 以前這裡有一陣子 做那個民故宮餐廳 民故宮餐廳 民故宮餐廳是賣那個北方菜的 那個快炒啊熱炒那一種的 民故宮餐廳 等等還有民故宮餐廳的照片 這個這條路 這個這條路就是以前 以前 那時候在當那個市長 那時候他當那個市長的時候 其實也很 其實他沒有權啊 沒有款 因為那時候 家一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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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屬 家一市還沒有變那個 省霞市 民國七十一年 才變省霞市 所以在七十一年之前 整個家一市 被家一縣 統治 所以呢 家一縣政府在哪裡 就在現在的市政府 就那一開空地上面 那個軍藝所那邊 市政府就在那個垂涼路上面 好像已經有點廢棄掉了 這個事情後來鬧很大 就是他們要把那個中山路拓寬 那個省政府就不爽 然後每天派那個警察來站 就跟他就是來嗆他就對了 後來還是把他拓寬了 後來許氏姐就是 就是每天去看 把這次給處理掉 啊這個利用在哪裡 在中山路上面 看得出來嗎 這裡喔 這裡叫街議場 就是以前有個郡議所 郡議所就是我們是個郡 那個 台南州 然後 再來是嘉義郡 然後嘉義街 街議場就是說 嘉義後來生隔 在日俱形態的時候有生隔 就是 你知道看到什麼嘉義街 其實他是 就是嘉義市的意思 這就是嘉義街議所 這是現在 這就是讀書人 這讀書人 這個是政府的地 後來不知道怎樣被 政府的地很奇怪 最後都落到集團的手裡 這個好像 星光還是國泰 我忘了 整棟那邊 星光大了 還是國泰大樓 那個台灣圖書應該在這邊 這個是那個讀書人 這個是那個讀書人 這個 剛剛有看到 這兩個 再來複習 該在什麼 酒家 這邊強調 來 這條是那個 中山老馬 然後以前的 報社都在這裡 所以你看這裡 台嘉義聯合 什麼 後面寫什麼 什麼報 不是 不是 不是剛剛那張 大麥座那個 跟那個不一樣 嘿 好 然後呢 這邊都是報社 啊 這裡有個缺口進去 是那個 武鳳幼稚園 嗯 以前 以前 武鳳幼稚園為什麼 是政府的地 以前那一款 是嘉義的 孔子廟 這裡 嘉義的孔子廟 啊 前面有個光正堂 你買那個 那個什麼 賣一些祭拜用的 那個櫃啊 什麼的 有沒有印象 光正堂 聖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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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正堂 就是以前孔廟 是不是都要拜拜 他的門口 就正好那一間就專門供應他 啊 後來那個孔廟拆掉了 孔廟拆掉了 那孔廟拆掉了呢 搬到哪裡 搬到 港市那裡 港市有一個 南門廟 正南聖堂 正南聖堂 正南聖堂在那個 共和路 就是那個 南門圓環 進去共和路 一點點 我大概書裡面寫在 南門路線那裡 就是 共和路 南門圓環 進去共和路 一點點 右手邊 有一個廟 叫正南聖堂 他是王爺廟 但是他的後殿 是孔子廟 這很少人知道 他後殿那個孔子廟 整個柱子啊 全部是木造的 連上面那個所有的東西 全部都木造的 就從他們 這個地震垮下來 全部搬過去 這一個呢 這是以前的土地銀行 土地銀行 土地銀行 我們剛才看的是這條這條嘛 土地銀行以前叫 勸業銀行 勸業銀行呢 是日本 他們很厲害 他們都用那個 他們有點用那個 東南亞式 跟鮑洛克式的那個圖騰去弄 類似這樣的建築物 台北的還在 台冷的也還在 台南的你一定有印象 在那個 台南的 在那個 以前的台南市政府 現在叫台灣文學館 轉過來一點點 那個永福路 上面有個 柱子 那個 那個柱子 他這個就跟我們 長得一模一樣 住室 他那個柱子 是三角形的 那個銀行 也是土地銀行 也是土地銀行 就跟他 就跟我們這個 都長得一模一樣 很可惜我這個拆掉了 那這裡呢 這裡 這裡 這個地方 就是那個小小的噴水 這已經是 應該國民政府 時代的 那這裡你看幾個字 民 民固公餐廳 以前民固公餐廳 以前民固公餐廳 是在 新台灣的美老 新台灣的二樓 那就是 53年的時候 然後 白河有個大地震 整個 正好的 地震那時候是 正好是吃飯的時間 他們就從這裡開始灰燒 就這裡全部燒崩 不是這裡而已 是整片 整片全部燒崩 因為很多木造的 全部燒崩了 所以就是 53年那時候 燒掉之後 過了幾年 他們在重幹 現在全新的大樓 那我們 9月29的時候 我們會去看到 有張照片 那張照片很精彩 是從上面往下拍 在新台灣的牆壁上 那個老闆也很用心 他把這個照片 全部把它放大 我沒有那張照片 然後呢 後來 這是 訪談紀錄 這是訪談 那個 那個 新台灣 那個 吳昆桑那個訪談紀錄 我說在訪談的時候 就是人家講什麼 就趕快寫 像有一些 像有一些 可能是他年紀比較大的 或者是 或是他們 講話起來 像我講話是 台灣國語 有些講話是講 很標準的國語 聽我的聽我的 只是 有些字 他們 我會捲舌 那我就聽不太懂 那怎麼辦 然後又要錄音 錄音回去要聽那個 訪談 那個錄音檔 然後 有些人 有些人也很特別 像那個 我去訪問那個誰 共和路 共和路 共和路上有一個 鄭 鄭聖號 一個甘馬店 那些 那些 阿伯八十幾歲 每天在那邊做 磕木頭 在共和路 在弘雅書局 再玩過去一點點 那個 那一個 早上那個 那個阿伯 那個阿伯的 最精通的語言 不是國語 也不是台語 是日語 然後呢 他台語 講一講 我聽不懂啊 因為他 他用那個很 古早味的台語 去講 他說話 阿伯你可以說一次嗎 他就用日語解釋給你聽 我怎麼可能聽得懂呢 他有時候就把他錄起來 你知道嗎 然後 然後呢 然後有時候講講 他就開始講日語 然後呢 講講他講日語呢 他有一些主要名字講日語 你說這這這這什麼 你說這可是什麼什麼 他又開始就講日語 慘了 沒關係 就把他錄起來 然後呢 我去訪談的時候 就是最後 我最後去訪談的時候 就是這一本 我都隨便帶這一本 這一本 是我那個訪談的紀錄 就是 然後呢 上面就是 一頁一頁的 然後看 我就想說 我就很羨慕 就是 像那個台灣文學館 就是 他們台灣文學館 像 他們一頓我做聖誕 這本我就捐給 嘉義文學館 但是嘉義文學館 在這邊應該去到 畫畫畫 好 這個 這個就是剛剛那個 他們 日語實在那個時候 這是 新台灣 就在這邊 陳真波畫的畫 就是畫這裡 以前這裡全部是紅 紅磚的 以前這邊都是紅磚的 這裡 你們一定要猜猜看 這裡是哪裡 嘉義銀行 不是 不是 不是台銀喔 離這裡很近 離這裡很近 是診所嗎 是診所嗎 現在變診所 現在變診所 很接近 很接近 但不是 蛤 我跟你講喔 他的價名就是 猴耳比歐科 這裡在賣 火鍋 這裡在賣 那個 西塔莫茶 然後 可是呢 他頭前都打起來 可是後面都沒變 你看回去 特別看 這裡就是嘉義銀行 在哪兒講 就在隔 就在裡面這隔壁而已啊 隔壁而已啊 隔壁那是什麼 什麼街 新中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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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關華路的交叉口 這條是新中街 這條是關華路 那個 頭尾比歐科在這裡 然後呢 這一家現在賣 火鍋 這一家賣 西塔莫茶 你去看 怎麼 長的都不一樣 就是 他把頭前都打起來 後面都還在喔 然後呢 有時候 我給他們簽名 我都是簽這個 這種東西 有沒有看到我畫的這個 這是鬼瓦 鬼瓦呢 是做什麼用喔 就是 只要是木頭的房子 木頭房子 最怕那個風台來 那個風台有一點 有可能在處理的杯子 你知道嗎 處理的杯子 你才有一個比較重的東西 這個鬼瓦都很重的 然後呢 他把他壓著 就是把這整個震住 那如果這個飛走 這整排通通飛走 那為什麼要震住呢 他上面會有一個圖騰 圖騰代表說他畫出一個 鬼的樣子 或是一個 一個獅子的樣子 因為我是畫簡單的 所以沒辦法畫那麼精細 畫這個喔 就好像說 假如有些妖魔鬼怪 不要被獵人拿出去 好像有一個在上面瞪你 他就不敢進來 所以 為之永靈 代表是 我平安的意思 就是 這是保佑你們家裡平安的意思 這鬼瓦 這個鬼是保護你們家的 這鬼瓦是保護你們家的意思 所以你們等一下回去的時候 可以稍微去看一下 這個的後半部 前半部 我看了 全部都打起來了 看不到 好